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组 嘿!你们好,我是Peter 今天跟你们分享,我在家常做的伸展课表 大概有十个姿势 这些姿势可以改善你的腿形 還有我們的臀型 所以主要是針對我們整個下半身的一個體態的改善 那直接來做吧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入伸展的課表 輕輕的躺下來 腳打開成這個鑽石DEMO的形狀 稍微休息一下 做這個髖關節的外旋的開展 主要是針對你關節的部分的放鬆 在這個姿勢停留五個呼吸 以自己舒服為主 可以用複式呼吸 把那個氣從鼻子吸入 吸到這個腹腔 感受這個橫隔膜又往下的感覺 寬部可以稍微扭動扭動 這樣更有利於這個髖關節的開展 對於外旋的開展 開展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進入這個 寬部外旋的伸展 伸展 伸展你雙腿這個外旋 在這個髖關節的位置下的柔軟度 先伸展靠右的地方 先伸展左腿的地方 慢慢地呼吸 感受左腿比較被鬆開的感覺 再將額頭靠在這個腳部 再換另一邊 透過身體的轉動 去感受雙腿不同被伸展的感覺 也停留大概五個呼吸左右 以自己舒服為主 這個動作呢 就對於腿部的外側 還有臀部還有黎狀肌 都會有非常好的功效 好 OK 再進入下一個動作 曲腿內側伸展 好 這個動作主要先開展 我們的這個也是一樣 髖關節的部分 對於之後這個 Side Split的這個關節 有些人筋已經軟了 但是關節還開展的幅度不夠 這個姿勢就有很好的幫助 換來另一隻 當然也是會伸展到你內側的肌肉 但是主要還是以開展這個關節為主 稍微動態的扭動扭動 將意識集中在這個 Still Point 上 再進入下一個動作 鴿子準備室 走到這個位置 眼睛直視前方 稍微停留幾個呼吸 好 準備進入下一個伸展室 稍微可以讓腰部稍微放鬆一下 身體也稍微去維持那個平衡的感覺 好 進入鴿子的前彎室 伸展一下 手先往前走 趴 趴在前 有趴著的感覺 好 在手整個趴下來 將額頭貼在這個瑜伽墊上面 等於是將你的眉心輪都整個觸碰在瑜伽墊上面 做一個休息 好 停留幾個呼吸 看自己舒服 就可以走起來 好 再進入這個鴿子的準備室 再停留一下 直接呢 就進入了這個鴿子的骨勢頭伸展 用這個姿勢去伸展你的骨勢頭 也對於大腿的亂都有很好的功效 好 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往這個反向去壓 這時候應該會感受到你這個大腿前側的這個肌肉 會非常的 巴扯非常明顯的感覺 好 OK 然後再來換另一側 換這個 等於是左腿的地方 也是先用這個鴿子的準備室 停留一下 眼睛看向前方 好 等整個身體都不在那麼緊繃舒服的時候就可以往前走 進行一個前彎 也是一樣先用手肘靠著瑜伽墊 等這個整個你右腿的大腿外側 跟你左腿的這個前側比較不那麼緊之後就可以整個往下貼下去 將額頭靠在瑜伽墊上面 好 在這個姿勢去忘卻你這個身上很緊繃的感覺 好 去停留幾個呼吸 舒服的話再走上來 OK 進行一個這個鴿子的骨刺頭肌生長 我們現在拉的是左腿的地方 這樣往內側壓 OK 大概停留個10秒到15秒即可 隨著你之後意識能量的提高 然後你就可以停留月9秒 月9秒之後你的這些柔軟度才會比較進步 OK 那再來我們進入這個坐姿前彎式 好 用坐著前彎拉伸你的這個骨頭肌 還有你背部的這個柔軟度 好 稍微拉一下也不一定要靜態的 你也可以用動態的 好 如果你是依這個改善你的腿型 還有臀部 整個腰部這個 體態的這些目的的話 不一定一定要靜態 好 接下來我們拉這個 蝴蝶伸展式 可以將腳的位置盡量靠近你的這個骨盆 好 好 然後 如果關節還不夠開的話 可以用手輔助的把這個 吸關節 往這個地面上壓 好 身體可以用手肘靠在地面上 然後進行一個休息 臀部也可以 臀部也可以稍微扭動一下 腳掌也可以稍微活動一下 這樣可以讓整個身體呢更容易可以放輕鬆 好 很舒服的 然後搖一搖 搖一搖 然後我們再進入下一個 這裡我會用到這個 去伸展 獅子式的這個輔助的器材可以比較容易滑動 讓關節部分比較容易滑動的 進行這個獅子式的伸展 好 這個 這個姿勢就是去開我們以後要 Side Split的關節的位置 稍微的這樣子 慢慢走起來 頭抬起來 頭抬起來 看向上方 搖一搖 去感受你的這個 大腿內側 被打開的感覺 還有你的關節被打開的感覺 也可以稍微 去Activate一下你的這個臀肌 整個去感受 其實瑜伽就是去練習一種 你這個身體跟你的心智的一個 連結力 去控制你的身體 慢慢的 去把你的這個臀部打開 讓你的下肢 整個血液循環變好 體態什麼的也會都會變好 好 再來把這個滑的東西收起來 好 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做骨額頭的伸展 好 拉你的這個大腿 後部的這些肌肉 腿後腱的伸展 大概停個10到15秒 以自己舒服 你也可以不用用秒數算 也可以用呼吸算 看個人的習慣 當然用呼吸的話 你可以把意識注意在呼吸上面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直接 切換到這個骨勢頭的伸展 好 先做一個停留 好 再做 再用手 好去扶著你的膝蓋 然後看一下另一邊 去感受一下那個不同角度 骨勢頭被開展開來的感覺 好 好 正式進入這個對骨勢頭的拉伸 好 用手抓著腳步 好 往下壓 去感受那個大腿前側那個 很激烈被扯的感覺 然後放下那個感覺 好 拉完右腿的我們就進入 剛剛是左腿 現在是右腿 先進入這個右腿的 骨勢頭的伸展 好 停留 感受你的 腿後腱 還有你的臀肌那裡 還有你的整個 背肌 都有這個前彎放鬆的感覺 手肘可以靠在瑜伽墊上面休息 好 換到這個 左腿的這個骨勢頭 好也是一樣先做一個停留 然後稍微的 讓身體轉動一下去 引賴這個 你去拉伸腿的位置 好 正式進入這個左腿的骨勢頭伸展 OK 好 把這個腳 往下壓大概停留了10到15秒 能久盡量久 如果你能停留到30秒那是最好 OK 好 最後我們用這個嬰兒式進行一個休息 感覺有這個grounding回到大地的感覺 停留數個呼吸 看個人舒服的話 就可以 結束這個課表了 OK 好 OK 我們今天的課表到這裡就結束了 大概12分鐘左右 這幾個動作是不是很簡單呢 希望你們有機會也可以在家多多練習 祝每個人都有輕盈的身體 我們下次見